台军防务预算当中的作业维持预算是屡创新高 有关人士就分析认为说这是为了应对暂无外援的情况之下 台军可以与解放军进行持久作战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抢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9月10号岛内的媒体联合报报道说 台湾相关部门列出的2023年度防务费用是达到了4151亿新台币 其中的作业维持预算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达到了1337亿新台币 相比今年的1069亿涨幅达到了25% 岛内相关研究人员就认为 说台军这是为了大量的提升弹药储备的数量 在外援迟迟无法到来的情况之下 让台湾本岛地面可持续进行防卫战 最近这个乌克兰烧光西方武器库存的言论是甚嚣尘上 俄乌冲突已经超过了200天的时间 而自从俄乌冲突开始 美国已经对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4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而这其中有近125亿美元的武器 直接动用的是美军的现有库存 而在9月9号 美国国防部网站透露表示 目前五角大楼已经同 美国各大军火商签署合同 加快武器的生产和采购 以便补足美国本土的弹药库存 而这边台军相关人员似乎也是嗅到了一丝危机 公开数据就显示 2023年台军的战备弹药及教育训练用弹药购置费用 就达到了80亿新台币 相比2022年相关预算的4倍 其中就包括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使用的 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的各类弹药 大约8.6亿 40毫米低速高爆穿甲弹等 4类弹药11亿 30毫米亿 稳脱壳穿甲夜光弹 大约4.2亿 还有红笋反探克火箭4亿左右 而上述的武器是岛内可以自行研制的 采购的价格也自然会便宜一些 但是像是从美国采购的各种武器弹药 还有零部件等等 那价格就要昂贵的多了 就像最近美国批准的价值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当中 60枚AGM-84L鱼叉反舰导弹的价值 就是达到了3.55亿美金 约合是109.7亿新台币 100枚的AAM-9麻雀短程空空导弹 售价也是8570万美元 虽然说此前岛内媒体是频繁的鼓吹 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将迅速介入 但是台军相关部门大量囤积武器弹药的行为 其实也表明了就是连他们自己也知道 美国其实并不可靠 此前西方政客就曾经叫嚣说台湾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在这里我觉得我需要驳斥一下这种观点 首先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而乌克兰冲突 这个是俄罗斯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这种比喻首先就是很不恰当的 其次祖国统一大业是我们自己的事 还轮不到西方来说三道四 而且即便与台海问题进行类比的话 那岛内相关人员也不应该感到高兴 那整个俄乌冲突期间 美国仅仅是对乌克兰进行了武器方面的援助而已 也并没有直接的介入冲突 而乌克兰局势也始终处于胶着状态 那再看台湾 台湾省的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 基本没什么战略纵深可言 一旦发生冲突的话 在美军不介入的情况之下能守多久 并不是说你储备多少弹药就能决定的 今年我国发布的对台白皮书当中 就首次表明 虽然大陆追寻和平统一 但是不会放弃武统 这是前所未有的 也相当于为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 如今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 一心想着以美谋独 那显然是行不通的 上个月的围台军演期间 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 始终不敢靠近演习区域 这证明了美国并不可靠 而演习期间 岛内海空航线遭到切断 这也表明了我们可能采取维而不打的策略 届时海军即便是囤积再多的武器弹药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